請各位看一下 然后当然第K组 就是各位看第一组完了在这里 第K组在下一页五四二页 是The case pair 是UK是EK Transpose Sigma 1 1 minus 1 half VK FKTranspose Sigma 2 2 minus 1 half X2 等等等等 那各位看 这个 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 是什么东西 请各位看一下 请各位看第二段 这个东西完了第二段 Here Rho 1 star square 就是第一组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 大于等于第二组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 一直大于等于P P组 是不是P 我们是不是P小于等于Q 所以是不是就只有P组 对不对 所以它会有几组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 P组 比方说那里是5是7 那就是为几组 5组 有五个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 那这五个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 怎么来的 请你看一下 是后面这一串 这么长的矩阵 它的eigen value 这五个矩阵 你念完大概一分钟 是不是五个矩阵 那这很正常嘛 为什么 各位看这什么东西 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相关系数 不可能是考虑一边嘛 对不对 它一定是考虑什么 两边 只是说 如果是你这一边的 在X这一边的 你可能你这边的会多考虑什么 多考虑一点 你能不能不考虑另外一边的 不能 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看 它的这个典型相关的平方 是哪五个矩阵的eigen value呢 是不是 各位看看 是不是sigma11 minus1.5 乘上sigma12 乘上sigma22 inverse sigma21 sigma11 minus1.5 所以它跟它自己 这个相关系数矩阵 有没有关 有啊 是不是sigma11 有跟sigma11有关 有没有跟sigma22有关 有啊 sigma22在什么 在中间啊 有没有跟它们两个的 共变因素有关 有啊 所以是不是 你在决定这个相关系数的时候 你这 你这一边的 变因素共变因素取证 你要考虑 另外一边的变因素共变因素取证 你要考虑 两个的什么 相关系数你是不是也要考虑 要考虑 这个make sense 我们没有时间啊 这个推导证明给你看啊 对不对 在下面呢 又臭又长 对不对 有没有人反对 反对的举手 赶快举手 那你赶快到我办公室来恶补一下 对不对 我来告诉你 这个how can you derive it 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吧 你可以理解嘛 是不是 它怎么决定的 它不会只有一边 它一定是这边它也要考虑 另外一边也要考虑 相关系数要不要考虑 共变因素要不要考虑 两个的相关要不要考虑 要 所以会得到这个点型相关 然后不是有E吗 前面你不是变数前面的系数 是不是A跟A是不是有个E 对不对 B是不是有个F 那E跟F是什么东西 E跟F他也告诉你了 E跟F是什么 看一下 E E是相对应的什么 E跟Vector 有没有 你不是有五个矩阵相乘吗 你可以找到它的E跟Value 那你一定有对应的E跟Vector E跟Vector 我们通常是不是用E 所以那个E 请注意 那个E不是单纯 像你就是说前面那个 那个X的E 一样它是五个矩阵相乘的E 所以你在决定 那个X前面的系数 你只能够考虑你自己这边的Sigma11吗 不行的 你是不要考虑Sigma11 也要考虑Sigma22 还要考虑Sigma什么 12 才会得到A前面的什么 系数 那A是不是E1 A是不是有E1在里面 那E1是不是就是 五个 矩阵乘起来以后 相对应的什么 I跟Vector 那个典型向量 典型 那个固有向量 是不是 所以E怎么找 那F呢 F是一样的 F在下面 请各位注意看 Q呢 Q是什么 Q 是什么 那Q个变数的呢 它对应的这个F是什么 F是在哪里 它 就是一样 它的矩阵变了 变成Sigma22 minus one half Sigma21 Sigma11 1 half inverse Sigma12 Sigma22 minus one half 对不对 所以 它的相对应的 I跟Vector 是F1到FP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你不觉得 很好玩吗 我决定这一边的时候 Sigma21 会出现两次 可是我决定 另外一边的时候 Sigma22 会出现几次 两次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后面 是不是Sigma22 出现了什么 两次 Sigma11 反而在什么 中间 这可以理解 因为你 必定可能这边 要多考虑一点 你是这边 变数的线性组合 可是你又不能 不考虑另外一边 那你决定这边的时候 你 B这边一定要考虑 多一点 Y这边要考虑多一点 可是你不能不考虑什么 A那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以前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告诉我自己 怎么把它背起来 就绝对不会记错了 因为它一定是有一个 这三个都会出现 是不是 那我就记得 在A的时候 A因为是决定 X前面的系数 所以X的Sigma 一定是Sigma11 Sigma1一定要多出现一次 所以它会一次在前面 一次在什么 后面 那中间就是那个 另外一边 就是Sigma22在中间 然后剩下不是两个吗 一个就是12 一个就是什么 21 这是不是会比较好记 那另外一边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边 它的Sigma是不是22 所以Sigma22在前面 后面 中间变成Sigma11 那另外两个一样是12跟21 这是不是会比较好记 你以为我就比较聪明吗 我也没比较聪明 遇到这种东西 你要考正名 你怎么考 你以为我就天天坐在那边 跟他 没事就 天才行 就在那边 把他都搞出来了 你想的 好了 我也是要把他背起来 然后要想办法 把他背起来 要Smart Memorizing 要聪明的方法 把他背起来 你说我刚刚讲 那个方法 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A是X这一边 它的Sigma11 一定要出现两次 有五个 那12 因为是要考虑它的相关系数 12跟21 也出现两次 另外一边也不是不重要 可是相对来讲 没有我A这边那么重要 就只出现一次 在哪里 在中间 那11这边就一个头一个尾 另外一边的时候 是不是像22一个头一个尾 那11就在中间 这是不是比较好记 这比较好记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 除非是少数特别天才的 我跟各位差别不太大 我也是要想一些办法 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个东西 你去问明子老师 这种东西 你喜欢这种东西吗 我也不是很喜欢的 可是没办法 I make a living out of this You know what I mean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我一定要会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东西 我现在已经不太需要 我通常都是上课前 十分钟这样翻一翻 我大概就知道 今天要讲什么东西 我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备课 教那么久了 我修这门课是20年前修的 你们可能两岁 对不对 我是1991年修这门课 How old are you? 那个时候 1991是民国80年 你几岁 两岁 三岁 See I took this course You know 20 years ago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吗 这个OK嘛 对不对 好 那各位看下面还有哦 它是不是告诉你 在下面有没有 两个变数 两组点形变数的变因数都是1 而且两个之间 是不是相关系数都是0 U之间是0 V之间 相关系数也是0 U跟V之间也是0 对不对 这两组之间都是不相关的 有没有 点形变数不管是哪一边 X那一边 第一组第二组的变数也是不相关的 另外一边的 第一组跟第二组也是不相关的 任何两边之间的都是什么 都是不相关的 这个有点跟组成分的很像 组成分第一组跟第二组组成分 都是线性组合嘛 它们之间不相关嘛 另外一边也不相关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很像 所以这是 典型相关分析 我们提出来 它为什么会需要用得到 就是因为 你待会看个例子你就知道嘛 你们下下礼拜报告 你就会知道了 因为它 它呢 很多的时候你要用的是 我去找 two sets of variables 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你 question需要 你要把这个关系找到 好 所以这是跟大家提的 那其他的呢 各位看一下 好 各位看一下 十点三 怎么去解读 典型变数 怎么去解读 典型变数 十点三 这是我 我们今天下个事情一定要讲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重点 你要会解读 就好像我们在讲主成分的时候 你是不是 要去看主成分前面变数是什么 系数 是不是 因为那个会让你知道 相对来讲 而且这个系数 它大概有一些 这个 heavening在里面 对不对 这个主成分 因为它的前面的系数 平方加起来等于1 所以那个系数越大 是不是就代表 这个变数 对这个主成分来讲 相对来讲 它的重要性越什么 越高 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在典型相关分析的时候 我就要请问你 你能够只看那个系数吗 你就看这个x前面的a 它大 你就认为它很重要吗 未必 为什么 我刚又讲过了 我又讲 刚刚已经提过了 你在决定x前面a的时候 你是只考虑x吗 不是 因为你的目的 是要让两组变数的 相关系数最什么 最大 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结果 虽然很messy 有没有 五个矩阵乘起来 去找它的固有值 更找它的固有向量 固有值的平方 就是它的什么 这五个向量 就是它们的什么 就是它们的这个典型相关系数的什么 平方 所以决定这个典型相关系数 你就知道 它不会只考虑 一组变数 它会考虑这一组 也会考虑另外一组 还会考虑它们两个之间的什么 相关 所以你在解读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 你不能够只看x1前面的a1 你只看x1前面的a1 你可能会被什么 误导 因为a1是不是只看x这边来决定的 不是 它在决定a1 a2 a3 a4 a5的时候 它要考虑到另外一边 y1到y什么 y7 还要考虑到x1 这边的这五个变数 跟y1到y7 另外那边 它们两个变数 这两组变数之间的什么 共变因数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过之后 才能够决定 x前面的系数 也才能够决定 y前面的什么 系数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有没有 你不能够 没说 你不能够这样子 要上洗手机的去 你不能够只根据 x前面的系数 a或是y前面的系数 b直接解读 就觉得说 这个变数 在这一组典型变数里面比较重要 为什么 因为a不是只考虑x决定的 决定a的时候 要考虑x的sigma 对不对 也要考虑另外一边的sigma 22 更要考虑x跟y之间的sigma 12 这个你可以理解吗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对 你在单纯考虑主成分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看x 看它前面的系数 你就可以直接解读 对不对 因为你要不要这个东西 它决定就是看 怎么样最适当 让它变数最什么 最大嘛 对不对 就决定了嘛 那这个另外一位 它决定的process比较复杂一点 它不是单纯只看这边x嘛 它要看这边x的东西 状况 也要看另外一边y的状况 更要看两个之间的 共变因素的状况 所以就是我讲的交互作用 所以它决定的那个 过程是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你如果单纯只看它的系数 会有盲点 所以怎么办 请你看它下面 下面那个很重要 它告诉你怎么做 所以呢 怎么办呢 请各位看一下 第545页倒数第五行的后面 545页倒数第五行的后面 Many times this identification is aided by computing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anonical variants and the original variabl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